在今日南途县议会第19届第8次定期会 针对本县国土计划实施相关问题 县员廖文贤也在会中表示关切 希望县府能够重视省省规划 以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首先我先就教于我们地政处 原住民地区的功能分析的发射 我想我们处长也了解碰到很多的困难 还有期待原意的部分 我希望我们处长能够站在我们原住民的立场 能够来跟我们的原民局来演绎 能够来做出一个符合我们原住民期待的 一个功能分析的这个发射 而县员全文财针对国土计划议题也相当关心 并在议程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全文财议员指出 国土计划在新一乡各部落找开说明会 但引起地方反弹 希望县府能够倾听民意向上提报解决问题 那因为原民局我们县府在我们新一乡各部落 在对国土规划这个部分在做说明会 那昨天在罗纳反应相当的激烈 那表示说我们原住民对于土地的觉醒 已经在开始在注意到这个区块 那当然身为民意代表 他们有些意见要陈述给我们的县府 能够有所回应 那我想先了解他们规划的方式 这个说明会意见很多 我是希望说我们原民局 能够搜集资料 能够向上忠实地提出 然后一一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辽文贤全文财 都针对南投县国土计划 实施级规划表示关切 并在议程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期望县府能够重视地方的声音 审慎规划 以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记者邱平俊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